嗨,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 OMSENSE的苏月生活 今天我们来到TAMA MARULI 稍微框了一下AEON 然后我们就在它的后面去找一间 就是这一间打着一个债馆 就是这一间 它的菜市不是很多 但是就是那一种所谓的家庭式的那种口味 所以就在这里了 他们煮就在后面这边煮了 现在这里的档口就这样围起来 以前是坐在路边的 你看这个UNCLE也是从现在卖到现在了 这里稍微在LUNCH TIME会很多人 初一十五也是非常多人的一个小档口 很庆幸的刚才稍微跟老板谈了一笑 这个年轻的小活只 是他的孩子愿意去接下这个档口 现在开始越来越忙了 就是黑色衣服这一位 这里呢是他们的那个打菜饭的档口 有90了30年了30多年的一个小档口 但是我又依稀记得以前我在这里打工的时候 时常也来这里吃的 这里是一种家庭式的那种味道 哦 哎呀 真是呀 好像竹家饭啊 竹家菜啊 嗯 嗯 所以是像 啊 竹家饭是吗 呀 这个就是这个档口了 所以我们呢 在这里呢 我就教了有一个 加利 这个是加利鸡 然后加利鸡 嗯 保留了那个 以前的味道 是我回味的味道 嗯 他的那个加利 香是非常香的 然后他的那个鸡呢 脆脆口口哦 嗯 现在我试看这个大菜鸡 嗯 这个鸡呢 跟刚才的那个加利呢 虽然是一样 但是因为他的煮法 这个用炸菜煮的 所以就把他炸菜的那个味道 嗯 渗透进去他的鸡肉 所以吃起来呢 是两种不同的口味的 嗯 再来到这一个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就是 黑豆豉 黑豆豉啊 黑豆豉 那个 苦瓜 是中咯 他的苦瓜 就说不会煮得太过过浓的黏 他是 嗯 还有一点点保 保留那个脆脆的那个 口感的一道哦 嗯 是非常好吃的 这几道菜式 嗯 这是另一叠的 这个我叫的是蔬菜加利 蔬菜的加利 跟刚才的那个加利鸡呢 他的两种加利的煮法 有点不一样 应该是他的香料 有一点 丝毫的不一样 刚才那个加利味很重 这个就是 比较 嗯 香的那种加利叶的那种感觉的 就是两种 虽然看起来都是加利 但是都很有诚意的 呃呈现两个不同的口感的 然后这个就是罗汉栽 嗯 这里的罗汉栽是 也是蛮出名的一道 因为他煮的就是 是 来我撕先 是 全部的菜呢 都把 那个姜汁 吸入了进去 哦 所以他是非常有 那种什么呢 每一口都是那个 他的那个罗汉栽的那个味道 嗯 这一道呢 就是丝瓜 炒丝瓜 所以他的炒法 有点像是那种 炒山丝的那一种 嗯 来 他有木耳啊 还有一些 啊 腹皮啊 嗯 嗯 胡椒香 非常香的胡椒香 所以这一道呢 嗯 吃起来有点像那个 所谓的炒山丝那种 脆脆口口 很清甜很 可口 然后又加了那种胡椒的那种 一点的那个辣味啊 所以 这一道 是非常非常值得 推荐的 这里 嗯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里 想要为大家介绍的 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那种 银行啊 公司啊 啊 所以这里到了 lunch time呢 是非常 多人的 啊 啊 所以就来我们再给你看一看 就是在这一个这样的一个 location OK 只是小小的一个 写这个 栽制的一个小当口 但是呢 是开了 30多年的一个小当口哦 so 在这里 所以就 今天呢 是 陈毅为大家介绍一间 啊 啊 我 蛮市场吃的一个 素食当口 然后呢 就 也一样 在此呢 就再 谢谢大家 也感恩大家的收看 希望 大家都能 幸福美满 幸福快乐